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歷史上的幾次大規模的修長城 以及最後結果如何 中國在歷史上跟周邊的其他國家相比 經濟上都是算是比較發達的 而且人口比較多 因此軍隊的這個規模也就相對的龐大 所以統治者有時候就有點驕傲 說我們這個國父兵強 是天朝上國 跟老百姓也可以吹吹牛 但是嘴上不管怎麼吹 心裡面還是沒底的 怕周邊這些國家打過來 尤其是怕北方的那些勇猛尚武的游牧民族給打過來 因此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修長城 秦朝的時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修的 萬里長城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本來秦始皇他派他的大將蒙田 率了30萬軍隊 是已經把匈奴給打敗了 匈奴人往北跑了 但是呢心裡面還是沒底 還是覺得匈奴人可能再打過來 我們萬一打敗了怎麼辦呢 這個為了防止他們再打過來 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修長城 這辦法不知道是誰想的 這實在是一個最收最收的一個主義 最愚昧的愚蠢的一個主義 他們當時呢我估計也沒做過沙盤推演 也沒經過可行性論證 但是現在用腳趾頭想一想 你就知道這根本就是沒用的嘛 因為你修一萬里的長城 而匈奴人呢他只需要突破其中的一里 不要說一里了 只要突破是100米甚至是50米 他的大軍就可以長驅直路 那你整個的工程就等於是白修了嘛 所以說呢在秦朝的時候 匈奴被打跑了沒有打過來 那是因為蒙田率領30萬宿主 在那個地方守衛 沒打過來 但是到了漢朝的時候 秦長城還在 漢朝啊也想利用一下 但是呢結果沒利用住 因為秦朝時候啊 他跟這個現在一樣啊 喜歡搞基本建設 長城是一個最大的基本建設項目 他還搞了什麼阿龐宮的這個項目啊 秦始皇寧的這個項目啊 總之是把這個國家的財力給耗乾了 然後呢把這個國家的老百姓 民怨給調動起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漢朝接管了之後 是國必民憑 所以說啊 他這個長城 他就守不住了 匈奴啊 動不動就越過長城 就打過來了 漢高祖啊 他也是馬上得天下的 覺得打仗 我在行 去跟匈奴啊 就去打一仗 結果呢 哪裡知道 根本打不過匈奴了 經過秦朝啊 折騰了這麼多年之後啊 根本 中國啊 是沒有這個力量 跟北方少數民族抗衡的 所以說啊 最後 最後啊 他是他的這個 漢高祖的謀士 出了一個計策 說我們跟這個匈奴殘餘的老婆 跟他說啊 你如果是打贏了啊 打過來了 我們現在要把漢朝的這個美女 全部都送給殘餘 讓他老人家高興 那那個 殘餘的老婆一聽 你這個殘餘有這麼多的美女了 那我我怎麼辦呢 啊 我到哪兒去呢 所以說趕緊就勸殘餘 說咱們別打了 漢朝那地方沒用 又不能放馬 咱們還是回家吧 殘餘呢 那時候可能有點老糊塗了 真是就撤兵了 所以說啊 那個時候啊 保家衛國 不是靠著長城 而是靠著成平的 忽悠的本事 把漢朝給保住了 那後來又有一次大規模的修長城 就是明朝的時候 那結果呢 也是不怎麼樣 明朝啊 他也是讓派那個七級光啊 率領精銳的這個士兵啊 還有蒸發了很多的名副 到北方去修長城 修的也是特別漂亮 但是七級光死了之後 這個後京 也就是這個滿族的政權呢 興起八旗兵呢 興起 那對這個長城啊 簡直是啊 視如無物 所以說皇太極啊 他在位的時候 就七次就是五次啊 其中啊有兩次是他自己率兵 越過長城啊 攻打中原地區 來往啊 如如無人之境 所以這個長城 真是沒啥用處 一說到長城呢 很多中國人呢 不由自主的升起一股自豪感 說我們老祖宗啊 不得了 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築 世界上啊 唯一的能從外太空看見的建築 實際上有什麼好自豪的呢 你這個建築再大 他也只不過是過去的統治者 留下了他們的愚昧的證據而已 長城不應當是中國人的驕傲 長城是中國人的恥辱啊 時光飛快啊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 那麼在這個時代呢 科技技術比以前是發達了很多 但是呢 統治的方式沒變 統治者的心態也沒變 當他們看見了如潮水般的信息 湧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首先感到的是受到了威脅 因為老百姓呢 獲得了這些啊 全世界的這個普世價值的這些信息啊 他們就會知道 哦 皇帝原來是沒穿衣服的 然後原來呀 這個統治啊 是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的 原來呀 我們是被壓迫者 我們是奴隸 當老百姓有了這個想法 有了這種覺醒之後 他們呢 這個就會產生怨氣 就會產生了 這個反抗的這種慾望 那麼這個時候 統治的根基就會動搖 最後啊 統治就會崩潰 所以王朝的統治者 他們看見了這種危機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反應呢 跟古代的統治者一模一樣 他們就是想著要建牆 這次建的就是長城防火牆 在2000年代初期 他們就建好了 這個牆啊 跟古代的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古代的牆啊 是用磚和石頭建立起來的 這一次的牆呢 是用科學和技術建立起來的 他把這些對他們統治 有威脅的這些信息啊 把它屏蔽在這個牆外 古代的牆是為了防止外敵進入中國 那麼現在的牆呢 是為了防止中國人 進入啊 去到外面的世界 因為你去到外面的世界 接觸了外面的信息 你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你整個人就開化了 就覺悟了 同志 必須啊 有一個條件 就是必須要把你保持在愚昧的狀態 愚民政策 這就是建這個牆的這個中止 是這個建這個牆的目標 那麼 面對這堵牆 我們有沒有辦法呢 這堵牆 我們可不可能像過去的這個遊牧民族一樣 突破長城一樣 我們也突破這一堵牆呢 當然可以 一個比較簡便的辦法 就是翻牆啊 現在翻牆的工具 有的是啊 什麼自由門啊 動態網啊 什麼VPN啊 只要大家願意 就一定可以翻得出去 那有時候會麻煩一點 但是真理信息 這都不是免費的 大家一定要付出一些時間和精力的 有時候可能還會付出一點小小的金錢 會有有所幫助 當然了 這只是一個啊 這個便宜之計啊 不是啊 永久的解決辦法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的人一樣啊 絕大多數人 絕大多數人呢 他是對真理啊 和這個信息啊 他有需求 但是不願意 不願意花時間和精力 或者是冒任何的風險去取得他的 我不是在這裡不是講的數字論啊 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有的民族 所有國家 大多數人都會是這樣 那些啊 對真理啊 非常渴求的那些人啊 那在任何社會都是少數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面臨著這麼一個困境 這少數人 我們可以翻牆而過 但是突破這一堵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這些翻牆的人 把我們所獲得的那些信息 那些真理 那些獲取真理的那些工具 我們呢 免費的啊 主動的傳送給我們周圍的人 讓他們一致行動起來 他們一行動起來 那覺得這個真理 對他們來講 這個不可或缺啊 或者是一覺悟起來 這是開始行動 他們就會一起來拆毀這堵牆 簡單的說啊 我們把自己 這些翻牆的工具 我們把翻牆獲得的這些信息 尤其是 協調全民進行行動的這些信息 我們呢 把它轉送給那些 有行動意願的人 轉送給那些有行動意願的群體 什麼群體呢 退伍老兵的群體 那有些人說他們的這個思維太落後了 有時候還有毛左思想 不要緊 只要他們有行動 有行動 對拆毀這堵牆有好處 那我們就要支持他們 我們就要給他們工具 給他們鼓勵他們去獲得信息 這是一部分人 只要我們接觸到這個群體裡面 一兩個人 而這一兩個人 願意在他們的群體裡面 傳播這些信息 那麼很快 整個群體就知道了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 這些群體裡面 他們都是聯繫起來的 都是用微信群 QQ群聯繫起來的 我們只要把這些信息 打包成 稍微化妝一下 稍微包裝一下 讓這個網警看不出來的 至少一段時間看不出來的 那麼這些一個信息 只要給他們其中的一個人 兩個人 那麼這個信息 就在他們整個群體中 就會流傳開來 那麼還有一些呢 比如說失業工人的群體 現在呀 有幾百萬甚至是幾千萬人 已經失業了 還有更多的人走在失業的路上 這些人呢 他沒有得到這個整個社會的救濟 沒有這個足夠的 失業保障 那麼他們內心的這種 這種憤怒 這種憤怒是可以想見的 那麼這個時候 他們是有行動意願的 把信息傳給他們 還有呢 各種各樣的 這些受到迫害的 受到侮辱的 這些受到壓迫的這些人 比如說強爭強拆的受害者 比如說醫療事故的受害者 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所有的這些人 我們把信息傳給他們 傳給他們之後呢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一起來行動 這些人他本身是有行動意願的 但是呢 分散的行動 沒有辦法對這個牆啊 有衝擊力 沒有辦法越過這堵牆 沒有辦法推垮這堵牆 就像古代一樣 如果是這個滿洲的騎兵 或者是匈奴人 他們只有三五個 三十個五十個 他們想攻打長城 長城哪怕是所謂的兵力再弱 那也會把他們擊退 他們一定要集合一定數量的人 比如說黃太極 他要進入這個關內 要突破長城的時候 他帶了三萬人 那當然呢 明朝是非常大 有兩億人口 但是呢 他只要三萬人 就能突破這個長城 突破了長城之後 整個長城的 就對他來講 就不再起作用了 他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也是需要一個規模效應 當人數達到這樣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麼整個的統治就會動搖了 過去他要想拆毀這個長城 讓長城呢 完全起不到作用 他們就要進入長城之後 擊垮這個中央政權 中國的政權 擊垮中國的王朝 那麼他們成為這個中原地區的新主人的時候 那麼長城他們就可以廢斥了 所以元朝是沒有長 長城是不起作用的 清朝長城也不起作用的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游牧民主 他們已經把中原的政權給打垮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 要徹底的摧毀這個長城防火牆 那就是要把這個政權擊垮 這就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政權擊垮用什麼方式呢 用共振的方式 說起來呢 好像是很困難 這麼大一個政權 我們怎麼能擊垮他們呢 九千萬黨員 幾百萬軍隊幾百萬警察 怎麼能擊垮他們呢 很簡單 我告訴大家 只要中國有五到十個城市 每個城市有一兩萬人 大家一起上街 同一天上街 那麼這些 這個上街的這些行動 就會產生一個共振效應 那麼就會衝破中共的這個輿論的封鎖 這個長城防火牆 它主要是防信息進入 從外面進入裡面的 但是呢 它不能夠防信息在這個牆內啊 扭轉 那當然也有有許多的這些網警呢 他們在刪帖子 但是它永遠 永遠沒有啊 大多數人呢 願意傳這個帖子的時候 它刪的這個速度 永遠沒有傳的速度快 只要我們五到十個城市 同時爆發了街上街頭的抗爭 那麼這個消息的傳播能力 它自己的所攜帶的這個傳播能力 那是非常強的 當大家有這個共振效應的時候 它就會激發出中國民間 蘊藏了 積累了七十年的這個巨大的民怨 當這一股巨大民怨一起爆發的時候 那就會形成一股洪流 形成強大的力量 任何城牆 任何長城 在它面前都會灰飛煙滅 任何政權都會不堪一擊 所以說呢 這就是我們給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 五到十個城市 每個城市動員一兩萬人同時上街 這就是全民共振的目標 我也相信 這是所有的願意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 這些朋友 這些同道的目標 那麼願意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請我們所有的人都來把我們從外界獲得的信息 獲得的工具 傳給周圍的人 大家一定要行動起來 每個人找到一兩個群體 把這些工具 把這些信息傳給他們 我們就能成功了 我們在中國只需要極少的一部分人 可能幾千人 可能萬把人 我們在做這個工作 那麼我們整個的這個社會就不一樣了 我們整個民主運動 就有了一個骨幹 就有了一個大致的框架 我們就有了一個核心 未來就是屬於中國的未來 就是屬於民主憲政的未來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有興趣再繼續收看我的節目的朋友 請訂閱 如果覺得這個節目我講的還有一點道理 那麼請點贊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下一次跟大家再見